周杰倫43岁牛一开露营P 昆宁宣布怀第三胎 周杰倫和昆宁2014年在英国举行世纪婚礼 前日他们迎来结婚7周年 两夫妻分别在社交网放闪Shandong Street 昨日是周董的43岁生日 她和一大班亲朋好友 上山搭了一个豪华露营棚 齐齐欢聚慶祝 昆宁亦分享夫妻合照 还说老公是我的依靠 网民都留言希望他们要幸福下去 憧憬热闹大家庭的周董 曾经表示想生5个小朋友 她现在和昆宁亦有5岁的女女 和4岁的儿子 今天有传媒爆出昆宁怀有第三胎 而昆宁下午亦大方公开喜讯 贴出一家四口的照片 和粉蓝色和粉红色的眼镜照 表示家装将燃来新成员 周董就铺出一张太太的大肚照 她说原本想等BB出生后才公布 但如今无法隐瞒太太怀孕 更开心表示这是最好的礼物 陈瓦伦内地登台场面虚狠 网民说实在太有魅力 陈瓦伦近年回到内地发展 经常获腰登台 总是吸引到很多粉丝捧场 近日她在杭州出席联会 担任表演嘉宾 在台上派海报的时候 大批粉丝蜂拥而想撑住场 场面非常虚狠 她说当日所有来宾都很热情 配合度又高 全场欢笑声和欢呼声不断 热闹到不得了 当有保安维持不到秩序的时候 粉丝就会自发性地手拖手 造成人场保护她 令到她好感动 陈瓦伦在80年代以性地见称 这么多年来都保养得很好 见到粉丝的热情举动 就只静感女神魅力不减当年 网民都带赞她是永远的美艳 实在太有魅力了